女友因一条擦边视频意外走红 一夜之间涨粉百万 她凭借淳于外表成为了很多网友的梦中情人 于是她开始嫌弃我只是一个月入两万的打工人 毕竟大哥随随便便给她刷的礼物就是一万几步 拿到她出轨证据后 我伤心分手 这时候却接到我爸电话 分手了 那还不赶紧回来继承家产 女友爆火的那天晚上 我在加班加点赶项目书 这其实不是我分内的工作 但为了给她买新出的包包 我只能想办法挣点外快 可是她拍视频的声音太大 我们租的房子隔音效果又不好 吵得我无法尽心 我起身去客厅 她正穿着一件堪堪遮住屁股的超短裙跳舞 上衣的大力领开得极低 根本掩饰不住胸前的春色 我其实建议她穿一些很裸露的衣服发往上 但她很排斥我对她指手画脚 所以我只能装作不在意 如烟 你可以小点声吗 她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然后冲我吼道 你有毛病吗 你知不知道这样打断我 我要重新录 我忍不住反驳 可是你这个什么时候录都可以啊 我的项目书明天早上必须要交 而且她整天拍擦边视频得到的几千粉丝 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收益 当然 这句话我只敢在心里吐槽 不敢说出声来 她没有搭理我 但干净利落地将音量调得更高 我叹了口气 我就不该惹这位大小姐 等好不容易赶完项目书 已经是凌晨一点 我准备睡觉时 女友还在刷视频 她失业在家 不用上班所以从不早睡 虽然我还要七点起床 但有了今晚上的事我可不敢让她静音 好不容易带着耳塞进入梦乡 我却突然被女友大力咬醒 我慌忙从床上爬起来 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她却兴奋地大喊 这才发了一个小时 我的点赞量就过弯了 我草草地看了一眼 她穿小短裙跳热舞的视频 已经登上了本地热门 实在抵不住困意 我强撑着精神夸了几句彩虹屁 就沉沉睡去 朦胧间我好像听到她骂我是土鳖 等早上醒来已是七点半 为了不迟到 我只能简单洗漱一下 从冰箱里拿了一个我的特价面包 便匆匆离开架 索性我的小电动车跑得够快 我赶在最后一秒打卡成功 就在我坐在座位上气喘吁吁时 隔壁桌的男同事 一脸兴奋地让我看她的手机 张扬你快看 咱附近出了的大网红 我有些疑惑 因为平日里我都不参与这种话题 所以他们聊这些不会带我 今天怎么还刻意给我看 结果我低头一看 手机上赫然是女友 昨晚拍的那条视频 短短几个小时 这条视频的点赞数量 已经达到了几十万 你看这女的的定位 我记得你也住在那个小区吧 你有没有碰见过她 我摇头否认 因为女友不让我公开 我们俩的关系 她说会影响她的网红事业 同事有些遗憾 这时候我点开评论区 发现评论区里 都是清一色地求视频 我困惑地问同事 他们在求什么视频 同事哈哈大笑 张扬你真是太老土了 然后她在微信上 发给我了一个视频 并说 前几天流传出了一个 女网红的福利视频 咱同城这个女的 刚好跟视频女主人公 长得很像 她不明意味地笑了笑 身材都是极贫哦 我颤抖着点开视频 虽然女主人公戴着口罩 但她的身形和眼睛 足以让我认出 视频里 这个几乎不做寸侣的女生 就是我的女友 无视主管的责骂 我急匆匆地跑回家 女友正在床上 满脸笑容地玩着手机 见我无故早退 她也没有和我打招呼 我忍着怒气 走到她面前 点开同事发给我的视频 这个视频上的人是你吧 她瞥了一眼 无所谓地说 嗯 我的火气蹭得 从心底窜了上来 但我还是尽可能 压着火气和她讲话 如烟 你为什么要拍这种视频呢 你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 就算你是单身 你也不能做这种事啊 刘如烟不耐烦地 将手机摔到沙发上 我用余光看到 上面是聊天界面 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凭什么管我 她愤怒地冲我大吼 面目猙獰 与她发在网上 甜美诱惑的样子 大相径庭 我失望地对她说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的工资 每个月都是直接 打到你的卡上 一个月两万块钱 都不够满足你的欲望吗 她在视频里 搔手弄资的样子 真的很难相信 和我记忆里 那个温声细语 安慰我的女孩是一个人 两万 刘如烟不屑地冷笑 你知不知道 就刚刚一会儿 有多少大哥 抢着要给我转钱 而你 你都大学毕业三年了 月薪还只有两万 张扬她轻蔑地看着我 你总不能阻碍我 奔向更好的生活吧 我心中一阵抽痛 为什么 我喃喃地问道 既然瞧不上我 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 她痴笑一声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带了快三十万的表 后来你都是豪车找我 我以为你是个富二代 才答应你的追求的 没想到你其实是个 借别人东西装扣的草包 我恍然大悟 我和柳如烟的第一次见面 是在一家咖啡店 我的发小拉我去那里 她说有很多网红在那里打卡 张扬 不是我说你 发小打去我 你母胎单身这么多年 也该开开婚了 我当时没有心情理会她的调侃 阴阴厌厌中 我一眼看到了柳如烟 我鼓起勇气向她搭讪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腰约 我以为是因为 她现实里是个爽朗的女孩 没想到竟然是因为一块表 我压抑住内心的苦涩 问她 那你以前为什么要安慰我 明明我只是一个普通网友 她皱着眉头一脸疑惑 反应过来后哈哈大笑 不是她甚至笑出了眼泪 你觉得我像是 做出这种事的人吗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是我 但我当时只想傍上你 所以我就承认了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在悲痛万分的同时 心里却又偷偷松了口气 家里给我断了生活费后 柳如烟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真的很难相信 她会是那个 陪我度过人生黑暗时刻的白月光 还好 还好不是她 既然不是她 我也没有必要再忍她了 我勒令柳如烟 在一个小时内收拾好东西 离开我租的房子 她刚开始不情不愿 看了一眼手机后又没开眼笑 毕竟切实和她交往了一年 眼见她要离开我心里也会难受 但她的所作所为实在让我无法忍耐 那个视频里不仅有她的身影 还出现了男人的声音 柳如烟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拍照 磨叽了半天才出门 走之前她还要嘲讽几句 让我别偷她来不及带走的包 她摔门离去后 我崩溃地坐在沙发上 比起被戴的绿帽 更打击我的是我找错人的真相 高中时期的我 由于母亲去世患了抑郁症 痛苦万分的我靠暴影暴时缓解情绪 我的发小当时在国外 我以为我能得到其他朋友的安慰 结果偶然一次 我听到他们背后称我为死猪仔 原来他们厌恶我 只不过因为我出手大方才跟我玩 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 我认识了一个女网友 她陪伴我 安慰我 即使她知道我是一个憨态可居的胖子 在我的再三恳求下 她同意给我看她的照片 我绝对不会认错 那是年少的柳如烟 自从我减肥成功 那个女孩就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天知道我看到柳如烟的那一刻 有多么激动 然而现在 我的一切幻想都被打破了 浑浑噩噩过了半日 我点开手机 发现收到了好多消息 看到我爸的未接电话 我心中又泛起一丝酸涩 因为我和柳如烟在一起 她气到将我赶出家门 断了我的所有生活费 这一年里 无论我给她发什么消息 她都不曾回复 我拨通了这一年来 没有打通过的号码 我爸喜记洋洋的声音 从那头传来 臭小子 终于分手了 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啊 赶紧给我回家 等到家后 我爸正一脸灿烂地 跟一个女孩聊着天 看到我他兴奋地挥挥手 儿子快过来 那个女孩听到他的喊声 转过身来 很美 他穿着一袭白裙 眉眼清秀 身形曼妙 身上里透露出一股书卷气 但是我并没有印象 等我走到我爸跟前 我爸乐呵呵地 让我们二人分别坐他身旁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 我爸感慨到 我这傻儿子脱离苦海了 严严也从国外回来了 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严严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我爸扭头问那个白衣女孩 白衣 我失声问道 那女孩用一双明亮的信念看着我 她一开口 就是我熟悉的甜美嗓音 对 是我 不是我不懂礼貌 是白衣的变化实在是太大 她是我爸资助的贫困生 性格内向腼腆 与我并不亲近 所以我对她的印象 一直停留在她出国前 那个有黑呆板的样子 没想到只是过去了一年 她竟然脱胎换骨了 我们寒暄了几句后 我忍不住问我爸 是怎么知道我分手了的 听了我的疑问 我爸冷哼一声 那个女生都把你挂网上网 我不想知道都难 在白衣的提示下 我打开软件一搜 柳如烟竟然把我挂到了网上 她惊吓我搬家时候拍的照片 都成了她被男友赶出家门的证据 在她的描述中 我俨然成了一个 逼她拍视频 挣钱养家的渣男 有了昨晚的热度 这个视频很快有了流量 网友们都在心疼她 再加上一个梁家女 为爱下海的标签 她一下子满足了 许多男人的幻想 而我这个逼梁为娼的人渣 直接被人露出来 怪不得今天我收到了那么多信息 我连忙打开手机 果然看到主管说我今天矿工 且人品败坏公司形象 公司已经决定将我解雇了 柳如烟真是好狠的心 竟然想置我于死地 我自认这一年不曾亏欠她 分手也是她出轨在先 如果我真的只是个普通社畜 恐怕人生已经被毁了 白岩坚持不留下来吃晚饭 要回自己的住处 我把挽留不成后 勒令我去送她 气氛沉默到难以忍受 我率先开口打破僵局 你这一年过得好吗 她答道挺好的 张扬 她紧接着叫住我 我停下脚步与她对视 柳如烟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这件事不是你的错 我会处理好的 我尴尬地挠挠头 怎么能麻烦你呢 她用那双纯净明亮的眼睛看着我 对我说不麻烦的 我知道你讨厌公司 想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所以我这次回来 是替你和叔叔打理公司的 我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 别过脸回道 那你呢 你没有梦想吗 她低下头 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能让你完成你的梦想 就是我的梦想 我争了一下 随即了然 白岩应该是为了 报答我爸爸资助她的恩情 送走白岩我回到家 我爸在我耳旁面倒 怎么样 岩岩是不是变得很漂亮 一往她跨白岩时 我都会敷衍过去 这次我却归时神差地点了点头 我爸比翼地看着我 你小子真是见色眼开 我慌忙解释 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怎么说过话好吗 你们以前关系明明 我爸叹了口气 唉 都怪爸没能照顾好你 到现在你的记忆都没回复 我有些茫然 我知道我的记忆力确实不太好 但难道我还失忆过 我还想再问 我爸却不愿多说 无奈 吃过晚饭后 我只好回到房间 我罗列了这一年里 我和柳如燕的聊天记录和流水 我可以忍受她污蔑我 但我害怕我的身份被扒出来 会对公司造成影响 将统计好的信息发给了白岩后 我等了半天 他都没回我 也许是在忙 想到我爸说的话 我感到有些头痛 抑郁症难道还会让人失忆 家里的相册我都看过 没有什么特别的 白岩从初中起 就一直住在我家 我和他的合照 都是些家庭合照 至少高中的时候 我们俩真没怎么说过话 难道是高中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想了半天 困意反而涌来 我渐渐失去意识 陷入了梦境 我看到一个阴暗仓库里 两个孩子蜷缩在角落里 几个高中的男人 将一个遍体鳞伤的人 拖到孩子们的面前 其中一个男人 举起一根棍子 狠狠地击打那个人的身体 淒厉的惨叫 刺破了我的梦境 我猛低下 从床上坐起来 心跳得极快 我大口喘着粗气 久久才缓过神来 可能今天发生的事情 导致我压力太大 都做这么逼真的噩梦了 我烦躁地在床上翻来覆去 半天睡不着 我打开手机 看到白岩回复了我的消息 眼看是十分钟前 我赶紧问他怎么还不睡觉 他直接给我发了条语音 那你为什么还不睡 我刚刚睡一会儿了 声音里还带着一丝 刚睡醒的懒散 和他聊了半天 我的心竟然渐渐平静了下来 他的言语里似乎有种魔力 让我感到平和 我发自内心地对他说 谢谢你 他过了几分钟后才回我 我不希望你和我客气 第二日一早 网络上关于我的谣言 便不攻而破 我提供给白岩的一系列证据链 显然比柳如烟的几张照片 更有说服力 白岩尊重了我的意愿 没有用公司的号为我澄清 作为报答 我承担了每日给他送饭的任务 当然 这也是老爸的命令 他极力想要撮合我和白岩 我和白岩变得熟络了起来 我发现他清冷倔强的外表下 有一颗非常柔软的心 他为不好吃的手 我正好有一手好厨艺 变着法子地研究他爱吃的菜 他笑我大少爷屈尊给他当厨师 我回他要抱好他这条大腿 我才知道 白岩早已是公司的骨干 原来他从大学起就进入 公司实习 从基层一步步紧升 怪不得我爸时常感慨 如果白岩是他亲女儿就好了 有的时候 我会赖在他办公室半天 我做我的 他忙他的 偶尔我抬起头来看他 只觉得他认真工作的样子很美 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 我没想到会在公司碰到柳如烟 他看到我也是大吃一惊 他不由分说将我拉到茶水间 关上门警告我 张阳你能不能要点脸 我已经被你害惨了 你还跟踪我干什么 我气急返校 难道不是你自作自受吗 而且你能不能别太自恋 我有病吗 跟踪你 他冷哼一声 不是最好 随后退门而出 留我一个人在茶水间哭笑不得 和白岩吃饭的时候 我跟他提了这件事 我并不是要针对柳如烟 只是他确实不符合 我们公司的学历要求 只是白岩听到他的名字后 神情突然有些不自然 我疑惑地问他 你哪里不舒服吗 他却答非所问 张阳 你会原谅一个欺骗过你的人吗 虽然不明所以 我还是认真地回答 不会 他却失落地低下了头 正准备离开时 我却收到了柳如烟的信息 张阳 跟我分手了 也不至于去当小白脸吧 我感到莫名其妙 直接将他的号码拉黑 白岩的办事效率很高 马上给了我答复 原来营销好我我澄清后 柳如烟的账号就被封杀了 他迫于无奈 只好找上网 之前联系过他的本地大哥 也就是公司的张总 张总也许有些办公事情节 还特意把柳如烟塞进了公司 白岩目前还只是个总监 无法与张总所抗衡 张总是公司的元老 安排个关系胡这种事情 我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希望柳如烟是真的要改过自新 白岩自从那天后就怪怪的 似乎是在刻意躲着我 不仅不让我给他送饭了 甚至给我发消息的语气 都变得很客套 我心里有些别扭 问他我哪里惹他生气了 他也不说 我怀疑他是不是有心意的人了 一想到这点 我心里竟然有些闷闷的 在家垂头丧气几天 我爸发现了不对劲 听了我的讲述后 他哈哈大笑 一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 虽然炎炎变化很大 但是人的性格 是很难马上转变不来的 也许他的内心 还是那个羞涩的小女孩 如果你还想和他好好相处 那你就去打破这个僵局 听了我爸的话 我心中突然鼓起了勇气 我不想失去白岩这位朋友 我立刻赶到公司 前台已经认识我了 每次都和我打声招呼 就把我放进去 这次见到我 他却一脸困惑 你还是来找白岩姐的吗 我点了点头 他惊讶地说 你不知道白岩姐已经被停职了吗 我心中一惊 赶紧问他怎么一回事 他却以这是公司的事拒绝告诉我 心急如焚的我 只好给我爸的秘书打电话 他是公司里唯一知道我身份的人 我爸身体不好 早已退居二线 这种事情还不必惊动他 秘书很快答复我 是白岩工作上出现了些小失误 停职的决定是张总的吩咐 联想到张总和柳如燕的关系 我心中生出一丝冷意 这件事情最好和柳如燕没关系 当务之急是先找到白岩 我想办法找到白岩的住处 敲了半天门都没反应 我又联系不上他 只好回家跟我爸说了这事 结果我爸一点白岩打电话 他就接通了 他说他回老家了 我跟我爸要了地址后 马不停蹄踏上了去白岩家乡的旅途 他的家乡是一座山村 看到村子的景象 我有些恍惚 我似乎来过这里 经过一番打听 我终于找到了白岩的家 白岩正穿着一身休闲装坐在院子里摘彩 见到是我 他愣了一愣 猛地站起来说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因为怎么样都联系不上你 我心里竟有些委屈 他尴尬地笑了一下 然后让我进门 有些简陋 你担待一下他生疏地说 这句话实在自谦 屋内虽然简朴 却收拾得很温馨 白岩让我坐在一个藤椅上 他再给我倒茶 我以前来过这里吗 感觉有一些熟悉 听到我的话 他手一顿 紧接着他抬起头 期盼地问我 你想起什么了吗 联想到之前我爸的话 我问他 所以我真的失忆了吧 他自觉失言 低下头闷闷地说 没有 我心中却升起一股无名怒火 白岩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觉得我已经把你当成 朋友 我尖色地说出这两个字 可是你却什么都瞒着我 莫名其妙不理我 连个理由都不给我 白岩正正地看着我 半想才开口说道 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这样吗 虽然还是没有得到解释 但我们的关系终于缓和了一些 白岩这次回来 是给他奶奶上坟的 为了陪他 我也在这里住了下来 虽说这里是他的家乡 但他一个女孩子 在这里我实在不放心 奇怪的是 那股熟悉感 始终营绕在我的心头 我向他打听清楚了 停滞事件的前因后果 原来柳如烟 转到了他负责的组 柳如烟工作出现了失误 张总却让白岩背黑锅 我绝不能容忍白岩被污蔑 所以等他准备好后 我们两个立刻启程回去 我宽慰他 别担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已经提前 让我爸的秘书帮我查了 从那个项目的交接流程 到同事的证词 白岩都没有一点问题 许氏秘书已经提前 和前台沟通过 我们两个畅通无阻地 进了公司 可笑的是 公司一些人知道柳如烟 被靠张总 所以纷纷恭维和八姐柳如烟 我们到公司时 柳如烟正在对一个女生发脾气 她恶狠狠地将一杯奶茶 砸到女孩的头上 奶茶爆裂开 撒了女孩一身 她的神情委屈又无助 我不是跟你说 我要喝热的热的 你给我买一杯温的 是想让我肚子疼吗 那女孩含着泪 虚辱的小声说 这款没有热的 我给你说了 你明明说温的也行 你还敢顶嘴 柳如烟怒目圆瞪 扬起手就要杀那个女孩 我大喊一声 够了 柳如烟听到声音一愣 转过头来 见到是我 她意外地挑了挑眉 讥讽地说道 咯 怎么什么野猫野狗 都能进公司了 她又做做地用手 在鼻子前删了删 别把穷酸味带进公司呀 我怒急反笑道 柳如烟 你真把公司 当成你自己的了吧 你竟然敢搞职场霸凌 她翻了个白眼 就算不是我的 难不成是你的 轮得到你来管我 我是没资格管你 我冷笑一声 我爸的秘书 从我身后走出来 柳如烟小姐 白总监的停止案件 我已经调查清楚 信你故意月级 递交有问题的项目书 造成公司损失 且你存在霸凌同事的现象 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应给予开除处分 柳如烟不认识我爸秘书 但他对自己做了什么心知肚明 脸色瞬间变得惨败 这时张总却气冲冲地赶了过来 想必是柳如烟的狗腿子 去打报告了 赵密书 如烟是我的人 应该轮不到你管吧 赵密书公式化地笑了笑 张总 一切都以公司规章制度为准 许是周围一堆员工 被赵密书下了面子 他不高兴 张总眯缝着眼睛 咬牙切齿地说 你别敬酒不吃吃法饺 一个破密书 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 敢管我 这时却突然传来另一个声音 那我能不能管你啊 我看向来人 叫了一声爸 我爸在几位公司高管的拥护下走过来 他瞥了我一眼 说道 臭小子 有时不知道找自己亲爹 刚刚还得意洋洋的张国胜 一下子为美了精神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微微弯腰 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董 董事长 这点小事怎么还惊动您了 董事长 刘如烟在一旁惊呼出声 我爸没有理睬他 而是冷漠地盯着张国胜 张国胜啊张国胜 你哥哥当年和我一起创业 为了公司鞠躬尽瘁 他走之前唯一的心愿 就是让你好好的 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 全公司你是唯一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关系户 结果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是吧 我爸气得有些咳嗽 我是想退休了 不是我死了 张国胜慌了神 连忙哀求 张哥 你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可不能赶我走啊 将你这个蛀虫留在公司 才是对你哥最大的玷污 说吧我爸摆了白手 是一秘书将张国胜和柳如烟处理好 张国胜不仅仅在公司安排了关系户 还滥用职权训私舞弊 而张国胜的哥哥 在几年前因为癌症去世 医生说患病与他劳累过度有关 那位我爸曾经最好的兄弟在去世前 唯一嘱托我爸的事 就是拜托我爸 安排他的弟弟张国胜进公司 他说如果张国胜 能担得起他的位置最好 但如果张国胜 做出什么对不起公司的事 就别留情面 铁骨铮铮的汉子 一生没有结婚 死之前为了自己不成器的弟弟 操碎了心 随我爸离开前 我与柳如烟擦肩而过 他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盯着我 想不注意都难 果然 他开始变着号码给我发骚扰短信 我自然不会搭理他 然而他变本加厉 和白颜关系恢复从前后 我又开始担任他的私人厨师一职 没想到柳如烟会在公司门口蹲我 他看到我提着的饭盒 脸上闪过一丝嫉妒 张阳 如果你不骗我的话 我肯定跟你好好打 我皱了皱眉头 不耐地说 你从来没问过我的家境 我没有骗你 那你跟我在一起故意装穷了 那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后 我和家里就闹掰了 我叹了口气 对他说了一句杀人诛心的话 如果你能跟我好好谈 我爸可能就同意我们的事了 我转身离去 他却在背后大喊 那白颜呢 是不是他把你勾引走了 我停下脚步 转身冷冷地警告他 我们两个的是别牵扯白颜 听到我维护白颜 柳如烟的表情变得更加猙獰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是我的 我不会让他把你抢走的 几天后 一字名为 贫困生竟然靠 整容上位的帖子风靡网络 里面详细地罗列了白颜 从小到大的照片 从以前的土妞 摇身一变成光鲜亮丽的美女白领 帖子中指出 白颜身为一名贫困生 毕业了不努力报效祖国 竟然整容来博美色上位 这种话题引起了很大争议 不明真相的网友们 纷纷辱骂白颜 当调查结果表明 发帖者是柳如烟时 我心头一颤 柳如烟与白颜来自同一个地方 所以他才会有白颜以前的照片 换言之 白颜有柳如烟的照片也实属正常 我内心生出一个猜测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找到白颜 当面问他 高中那个和我聊天的女孩 是你对吗 他不可置信地抬头 用一种难以言说的眼神看着我 怪不得那个女孩明明是陌生人 却无缘无故加我聊天 我又想起他之前问我的问题 难道他那段时间是因为怕我生气 才堵住我的 我连忙白白手小心翼翼地说 我没有生气 我只是太激动了 白颜抵不住我诚恳的目光 向我坦白了一切 原来高中时期 他意识到我的不对劲后 想力所能及地安慰我 却苦于平日里我们关系并不清静 所以他想到通过网络来和我交流 用柳如烟的照片一方面 是因为他不想让我知道是他 一方面他内心很自卑 我提笑皆非 我当时胖成大样 你不嫌弃我就好了 为什么反而要自卑 他摇了摇头没回答 我也是这时才知道 白颜在过去一年受了多少罪 他独自在一国他乡 忍受整容的痛苦 因为他以为我喜欢柳如烟 是喜欢柳如烟娇娇妹的外表 在得知柳如烟和我分手的那天 买了最早的机票回来 所以你喜欢我 我感觉心跳快到 我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气氛渐渐升温 白颜终于红着脸点了点头 兴奋至于 我问到为什么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我 他一脸纠结 半想才开口告诉我 原来我真的失去了一顿记忆 是我从一群小孩中选中了白颜 而我们的关系曾经十分要好 可当我问是如何失忆时 他又不愿多说 没关系 不好的记忆忘掉就忘掉吧 他轻轻摸了摸我的脸 眼神温柔又忧伤 公司的官方号发布了一则声明 澄清了网络上对白颜的不实谣言 资助手续 在小成绩 同事 正言和白颜对公司做出的贡献 每一条都能证明白颜的能力和履历 而他则开设了一个个人账号 他遇见贵人才能从大山中走出来 整容的费用是他自己赚的 清清白白的钱不需要被人指指点点 他鼓励女孩们永远不要停止向前进的脚步 坦白地说 我确实是个恋爱脑 因为促使我整容的是男人 我并不鼓励大家整容 因为比起外表 我的才华和能力才是更值得被关注 在成为美女前 我先成为了勇敢女孩 发出视频后 涌现出了一帮人 她们有些是受过公司资助的女孩 有些是被白颜资助的女孩 虽然网络上有一些人会说 那你省下整容的钱不能资助更多人 为什么光资助女生 不资助男生 这时我爸自亲自下场 原来第一个产生资助想法的人是我妈 我妈早年阴急病去世 她出身重男轻女的家庭 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 所以我妈想帮助的 是那些受压迫的女孩 更何况公司也有大面积的捐款 受益者也有男性 白颜是孤儿 她用一颗赤诚的心打动了我们 白颜家乡的人们也纷纷发言 表明白颜并没有忘本 白颜在被资助前曾经受到过校园霸凌 网友们扒出那个校园霸凌者 和发帖者竟然是一个人 正是柳如烟 而曾受过柳如烟压迫的公司员工 透露了柳如烟在公司的所作所为 网友们也记起了这个被封杀的网红 以前的黑料 一时之间 柳如烟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与她形成对立面的 则是我和白颜成为了人人艳羡的情侣 我爸笑称是我高攀了白颜 有网友认出 我就是那个柳如烟的冤种前男友 在知道我和白颜的经历后 他们纷纷感慨有情人终成眷属 当年柳如烟也想被资助 但我爸知道了他欺负白颜的事情 他认为这个孩子品德欠价 所以将柳如烟从名单上去调了 但还是给了柳如烟一部分捐款 这也是他当时竭力劝阻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的原因 无论柳如烟得到怎样的报应 都可以说他是咎由自取 然而人生屡次大起大落 他的精神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 与迟我正在公司门口等白颜下班 柳如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原来干净爱美的他竟然劈头散发 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衣服 他阴侧侧地盯着我 老公 你又在等那个小三 你们俩感情还真好啊 他发出诡异的笑声 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直觉告诉我有一些不妙 我抬腿想走 然而白颜刚好从门口走了出来 柳如烟猛低一下冲向白颜 嘴里高声喊着我要杀了你 我看清了他手中 竟然握着一把水果刀 生死关头 我体内突然爆发出了一股巨大的潜力 促使我冲向了惊恐的白颜 为他挡下了一击 旁边的保安也迅速反应过来 几个人冲上来将柳如烟制服 柳如烟被制服时 还在喊着乌烟晦语 而我只觉得腹部好痛 我看着白颜哭得梨花带雨的脸 想要安慰他却没有力气 困意渐渐袭来 我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黑暗中出现了一丝光亮 我循着光的方向走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我看到了年幼的我 我爸 还有我妈 我妈去世太久 我对她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了初中的时候 此刻在梦里 她却鲜活地笑着 我想起来了 这是我们一家 来白颜的家乡参观的时候 同行的还有一个男人 从他和我爸的聊天中我得知 他竟然是张国胜的哥哥 张国强 村长让全村的女孩们出来 一个个到我爸妈面前自我介绍 我看到了白颜 当时的他十分瘦弱 让我十分心疼 而年幼的我也一眼就看到了他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在村里生活得十分愉快 我出生时爸妈已经发迹 所以农村生活对于我来说十分新鲜 而白颜虽然有些胆小 但也渐渐被我的热情所感染 我们两个成了无话不说的好伙伴 直到一伙犯罪集团的出现 他们本来一伙人贩子 知道我们一家很有钱后 竟然生出了歹念 他们想要绑架我来勒索我父母 由于我整日和白颜待在一起 而张叔正好陪同在我们身边 所以也连累了他们二人也被绑架 张叔尝试过逃跑 却因为要带着我们不方便而被发现 那伙人当着我和白颜的面 狠狠虐待张叔 尽管最终我们还是获救了 代价却是张叔重伤后久病不治 我妈因为惊吓过度 突发心脏病去世 我由于接受不了母亲去世 将所有的错怪到了自己身上 身体的保护机制 为我隐藏了这段记忆 所以我忘记了白颜 忘记了我们的约定与亲密 所以我爸才会容忍张国胜多年 因为张叔是因我受伤而死 张叔知道自己弟弟贪得无厌的本性 所以才对外宣称自己得了癌症 回想起一切后 我泪流满面 这份记忆太过沉重 我几乎无法承受 张扬 张扬 听到了熟悉的呼唤 我缓缓睁开双眼 白颜正一脸急切 看到我醒来 他急切地喊来一声 等医生为我做完检查 并告知我已无大碍离开后 我紧紧抱住了白颜 我想起来了 我都想起来了 我哽咽的 他身体一僵 随后也紧紧会抱住我 不需要更多言语 在他温暖的怀抱中 我渐渐释然 我不能止步于过去 而错失眼前人 至少这次我保护好了白颜 没有让他受到伤害 谢谢你 他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肩膀 谢谢你一直默默守护着我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我爸得知我恢复记忆后 也给了我一个用力的拥抱 臭小子 别让你妈妈失望 他可是想任白颜当女儿的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爸给了张国胜一笔巨额财富 足够他一家人衣食无忧 柳如烟因故意伤害 锒铛入狱 我和白颜则在一个 良辰吉日办了婚礼 我爸一个平时在员工面前 不苟言笑的人 竟然当着大家的面喜极而泣 我在一旁笑得很大声 直到白颜穿着洁白的婚纱 缓缓向我走来 神圣而庄严 投杀下他的神情温柔似水 刚刚还在嘲笑我爸的 我也不争气地哭了 主持人笑着让我发表一下 结婚感言 千言万语 汇聚成一句 神圣